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們有沒有行山的靈異經歷 或者覺得哪一個山 特別是 有感覺大一點 有人跟我說過鳳凰山 好了,看看我朋友 這件事如何 Angelo,你好 還有師傅 今天的嘉賓,袁伯鴻師傅 你好,你好,Angelo Angelo就說 不如說晚上行山主題 也好,試試呼籲一下 今晚找你有個案釣魚 有沒有人應機 有沒有人應機 怎麼樣? 前一陣子剛剛行山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捕他們的東西 通常我們晚上行山 有些朋友經常勸我們 晚上不要走 安全問題 一來又看不到 二來我也說過 我們晚上行山的爆林 是瘋的 如果走開山的人都知道爆林是怎樣 跟屍體走 不規則路線 沒錯 有一晚 水泉澳上面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走過 水庫那邊上去 那條路就不難走 其實都很輕鬆 走到第一個check point 上去一個位置拍照 很漂亮的地方 我一上去 我記得我是第三個人上去的 還有三個朋友 上來 但距離不是很遠 我們全部男生走的晚上 肯定不會帶女生 因為我事可了的方便 我上去 我站好之後 我就聽到有個女人的聲音 怎樣? 就餵了一聲 我怎麼這麼奇怪 聽到有人餵了一聲 我想以為是朋友 那些男生 但沒理由 很明顯是一把女人的聲音 很明顯是一把女人的聲音 在附近 不是耳邊 有一點距離 但很清楚聽到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那我就看看 我站在我後面的兩個朋友 有沒有反應 咦? 沒有反應 那就是我心想 不太好事了 可能又遇到一些朋友 那不理會 一直走 休息一會再走 走上去的時間 都不太覺得 一直走上去 差不多到山頂 那其實我們那一晚 是上去看一塊 叫做貓仔石 嗯 上去貓仔石 上去一半 因為全部都沒有燈 上去一半 我的朋友說 小心點 然後看看旁邊 原來已經有掘了一個很大的洞 掘洞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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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看 以為有些宮廷 然後看看那個洞 原來應該是人家準備好 第二天 可能不下了 上山 對 因為你看到那個洞 不是正常的洞 長方形 對 我們一看到就 不好意思 打擾了 打擾了 謝謝 不好意思 這樣走 原來一直走的時間 都沒有什麼 然後到我們 沿路下回來 沿路下回來的時間 我們試試 不如不要走沿路 走另外旁邊的路 試一下 然後走走走走走 咦 不對路 為什麼 為什麼好像路怪怪的 泥 好像梯田 平了 一級 混蛋了 原來是人家的墳 哦 是很大的墳 那些原來全都是墳頭 哦 是的 然後我們再照燈 照一照 不是黑夜照 大概想看一看 看一看 看下去 都不下數十個墳頭 原來 是那些很大的 還是什麼 大型的墳頭 像風水墳 嗯 OK 是啊 像風水墳 那些 我心想 哎 可能已經是奶奶的東西了 我記得那一晚走走 應該是清明 後定田 總之是那個星期來的 哦 還要清明 是的 然後心想 哎 怎麼知道 你還記得 我有一天就說 喂 好像是奶奶的東西 我不知道你還記得嗎 回到家裡 看見好像有些東西 有一個就 看到兩次我自己在家裡 一個在房門口 準備進房間的時間 站在我後面 另外一個就是 我坐在梳化 聽電視的時間 我只看到一雙腳 嚇到廚房 是的 我記得你問過我 是的 你記得我問過你嗎 我就馬上發照給你看 是的 當時你發照給我看 我發照給你看之後 然後你回覆我 因為我每次有時候 你回覆我 你回覆我都沒有好事 沒有好事 真的沒有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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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講完給我聽 我都 她說 師傅看到有兩個老婆 在我家裡 是 一個呢 就在我家房間 一個就是我媽媽的房間 在我媽媽的房間 站在床尾窗邊 是 然後另外一個老婆 就站在現在我自己 站在這個位置 就是我家房的床尾 然後你還說 師傅 站在床尾窗邊 叫我肚餓 是 然後你有什麼事做了 然後我沒有什麼事 沒有 當然是熬到混蛋了 晚上才回覆我 然後我心想 我又這麼行山 我們行的地方 也有說 麻煩謝謝 應該都沒有事 後來 前幾天有個朋友 又說 可能每個人都有點光 因為她說了我不懂 她說每個人都會有些光 可能你行山的時間 可能那些朋友 見到你這種光 可能她覺得你會幫到她的 那她就不小心跟著你回來 是不是會這樣 師傅 都會的 如果你有感覺 她都想找人 即是說說說話 是的 因為那一晚之後 其實我幾個星期都睡得不好 整天晚上都 還要睡到 總之不好意思 不要緊 不要緊 很清楚 你表達你的思想內容 總之夜晚是睡不到的 然後天天晚上 到天亮 每晚可能 我早上七八點才睡 Emman也會看 我知道了 七八點才睡 可能我十點多鐘 就會彈起床 變成人的驅體很累 但是精神就好像很精神 所以很辛苦 現在也是這樣嗎 現在也是嗎 有一天你發了一張照片 你自己的 在Facebook上 就說 去曬太陽 什麼邪氣都趕走 怎麼這麼聽 你說 那天開始 我就去曬太陽 現在曬到黑鬼 我曬了兩個幾三個星期 之後有一天 突然聽到 那些朋友 逛街 剛好 走去深水埗 那間店裡賣的鼠尾草 其實我對鼠尾草 這件事 沒有認識 我今天就說鼠尾草 然後他介紹鼠尾草 說可以淨化、磁場 以及區域的負能量 那些 那天晚上我買了回來 晚上 那天晚上 有料到 那天晚上 睡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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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 有些人說鼠尾草很臭 其實還可以的 其實我很喜歡鼠尾 接不接受 看看 接不接受 而且我對這件事沒有認識 那我就上網看看 他怎樣融化這件事 他說其實不是要火 而是要煙的 要煙 那我就點了他 整個屋子 睡得蒙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舒服 所以現在我就慢慢睡 慢慢睡到 所以其實我也在想 究竟走夜山是否真的有風險 還是會有很大機會 會撞到其他朋友 當然有 也有的 心山野嶺 只有幾個人在那邊走 對 因為一群男生 都覺得陽氣性 沒什麼 其實有些事情 人家的時間 就是人家的地方 你幾個 你五六個 他們幾個 我們七個人 他們幾個 那裡 他們看不到 就是 所以人家淡馬一點 沒辦法 那些很淡馬 會不會真的很淡馬 當然會 因為我以前住大埔 那些都在大美督 那些 整個山都是 大美督那裡 上提霸 一上到提霸 那裡 其實Edmond找梓宇去試一下 好啊 好啊 但他要清晰 他要先畫唐眉 他還沒搞定嗎 還沒搞定 因為我有個朋友 也是有眼睛看到的 那他呢 我們有時晚上 會踩到提霸 那裡 吹一下水 看看星星 那他一上去 他就 衝我那個位 他說 整個山頭 都黏滿了 我從來都黏滿了 他說原來 一上一條提霸 左手邊 那個直升機坪那裡 即不是最入 直升機坪那裡 山邊已經 全部都站在朋友 是啊 是啊 真的 他看得很清楚 那那裡也是山墳區 是不是 以前可能 就是 什麼呢 可能 那裡 那裡 以前那些 村民 舊的墳墳 風水地 總之那裡有很多 他說 你那些人 晚上都不要 去那麼多地方 都是那一句 整班男生 都打算不怕 現在想想 不要兒子 是啊 所以 但是你現在沒有再看到 有雙鞋 有雙腳可以走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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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完那個草就OK 不知道 等一下再拍照給你看看 沒有OK的 暑味草很有用的 暑味草 暑味草 我們有時候 淨化的 房屋 或者做很多事情 暑味草可以 是啊 一點完之後我就很舒服 如果你感覺 你最好 如果買到一個 那些背殼 好像手掌那樣大的 那輸未草應該 你都是手掌那樣大的 因為那個窄 其實就是 放在背殼那裡 燒 然後呢 如果你可以找到 再買到 那些 孔雀毛 哦 是 那你撥 你看到 那裡有東西 你就撥它 如果我們呢 就是念咒的 那個能量很大的 為什麼要用孔雀毛呢 傳統是這樣 哦 因為我上網都見過 那個女孩子 那個台灣的女孩子 是拿著一個大的背殼 就是師傅你說的 大背殼 然後就拿孔雀毛在那裡撥 是啊 還有她說 是不是有方法的 就是圍著 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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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毛 孔雀毛 是 孔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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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毛很難買 師傅 也有的 找找也有的 譬如我們去做 有時做事 我們通常就會練咒 吹出來 那就會更加有能量更大的 嗯 嗯 OK 好啊 就是這樣 我再問一句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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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一陣子 睡不到那種 那種狗狗的發 是害怕的 就是人 你本身 那個磁場低 嘛 你被他干擾了 好像很不舒服 你被他干擾到 被他干擾到 被他干擾到 就是被那些不好的東西干擾到 噢 噢 那你這些呢 就比較 什麼 我以前有個 有個舊同事 就簡直是死了 怎樣 他死之前 是怎樣 是一個多月 是沒有睡覺的 哇 和是吃不到東西的 嘩 這麼害怕 我是這樣 一吃就摸 是啊 是啊 他是干擾你的 你簡直是 眼光光 他是一個很 六呎高 就是180 一百九磅 我一個月後見到他 我就說 嘩 你好多減肥 我不知道他摸了東西 那時候 整個月沒有睡覺 沒有睡覺 是完全睡不到的 完全睡不到 他是哪個摸東西 他摸東西 就是 十幾年前 我打電話 給你 是嗎 你打給我 是嗎 我講過的 是嗎 是嗎 原因是怎樣摸東西 簡單 原因是他執行僅僅的職務 喔 看到那個一家人 他沒有救 哦 那就是來找他報仇 是的 intensely 哇 你撿分身彩了 喂 我現在還不太胃口 就是吃少了很多東西 會不會有問題 那你吃到的 你在打電話上來 沒問題 他直接找到 你找到師父幫他 他真的能幫到他的,他也做不到 是要拿他的 是要拿命的 那我也算是幸運 你算是幸運,你沒事,我看見你還是肥肥的 還沒減肥 你應該要跟他走一次,Edmond 你可以跟他走一次夜山 好好好,沒問題 我下次拿一塊鼠尾草給你 好啊好啊 讓我先找一條孔雀毛 孔雀毛啊 師傅,不好意思,我再問一條問題 對不起 我想問,我上網看他,說看些煙都知道有沒有料到 就是鼠尾草點出來之後的煙的狀態 那個顏色 上網這樣,有些事情你就不用相信 有些事情不用相信 近期,很多人上網自己學零修 有很多事情 有些可以去做 無雙大雅的事情 你可以做 參考 有些就不要跟得太快 其實貝殼 你買不到貝殼 你買一支大的匙羹 我現在用了一個 好像燒檀香那些頂 哦 那個人就沒那麼好玩 你以為你拿了一條大匙羹 好像筆湯那些 你拿著你的手 你好像發氣那樣 哇,阿婆在這裡 吹吹他先 看看阿婆 阿婆也走了 阿婆也走了 明白明白 如果你自己沒什麼精神 或者這樣 你可以叫你對方 比如你家人 吹吹你也可以 哦 替你淨化 自己淨化 有時候 一早一晚 就行 其實這樣 就不用過多 救就可以了 有時候那些人 就是 一是說好 就不停用 就是你OK 沒什麼就行了 那你比如你行山 翌日 其實很簡單 譬如你經常出事 你不就 待定 或者將報紙 或者待幾些稽錢 你回家之前 燒燒在門口過 你可以去殯儀館 都是這樣做 我媽媽教我 他就說 那些 都是白解 白解最好 好嗎 好 好 多謝你的分享 看有沒有人拍機 好嗎 謝謝 拜拜 說到羽毛 有人提醒我 對 幾年前的七師傅 你送了幾條羽毛 什麼毛 羽毛 真的 孔雀毛 孔雀毛 他們送了幾條 泰國有買 我接住去泰國 路邊 是嗎 泰國有買 是嗎 好 好 那我現在要找回來 看看會否可以 拿出來 在那裏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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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又不是 是孔雀毛 有用假 所以有時候 你信有些不需要信 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 是不是 我又覺得 是否要玩一下 就是這樣 不過我聽說是好運的 孔雀開評也好運 快點找出來 頂頂他 可能放在公司 找一些孔雀毛 但是 真和假分到 是不是 假的都不知道 我沒有試過假的 我買了真 你可能是假的 也不知道 你買了真之後 你可能是假的 你如果買了假的 你可能給真 你覺得真是假 是呀 是呀 那自己去參透一下 原來大家身邊 有些好東西 留下來看看 所以 聽多點我們的節目 看多點 可能你一次不相信 但兩次 原來有人回應 那樣東西 你幾分鐘知道 其實那件事 也挺厲害的 題開 例如行山 或者這些地方 去感受靈體 有一件事 我想說一說 因為那次說開 就說 有些朋友仔 會帶小朋友 去 動物 動物的毛鞋 去山一步 逛街 那次說開 就是去青衣 看到有幾個位置 都覺得 挺陰 那我就忽發其想 不如搞一次 人狗 寧犬 逛街街 人又感覺一下 寵物又感覺一下 這樣 說得挺興奮的 但是呢 就沒有三思 後來有 林多 兩三位朋友 的PM 就說 喂 我不太贊成這件事 那你明知道那裡有 那你帶小朋友去 那他會嚇死他的 那樣 人有選擇 但是你拖他他 他就要去 那樣 那我就覺得 又好像是 你又說得對 那樣 你明知道有的 故意帶他 給他 去嚇嚇他 是不是又於心何忍呢 那樣 那我又買這個理念 所以 既然有一些 少數 覺得不太好 這樣做 我又覺得 好吧 那我就不搞這件事 他就說得對 他不可以說 我不可以 我廢你 除非他靈性 就是這樣 回來 有什麼事 你更糟糕 那也是的 所以 這個人狗行街街 我就取消 就不搞了 好 先聽你的電話 Natalie 你好 你好 還有袁師傑 你好 你好 是啊 我也想說說 其實 我朋友 我朋友 其實一百年的時候 他去了 暑假的時候 他去了沙巴旅行 一家三校 但是 其實他去沙巴之前 OK的 沒事 沒有降的 體重也有180多磅 那樣 去完沙巴回來之後 那兩至三天左右 他就發覺 喉嚨出現了問題 他就以為 他的聲帶有問題 就去看醫生 接著 看完一次 吃完藥 不可以的 就再看多一次 而發覺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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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那個聲帶有問題 都看了整個月 相對來說 都看了整個月 變成了 他就去了看第二間的醫生 而醫生 就發覺 他就不太妥 就轉介了他 去了政府醫生 那裡 再照一個X級 去詳細一點 OK 後來發覺 他是第四期的肺鏡 噢 OK 其實那個旅途當中 都沒有察覺的 他的聲音變成了女人聲 我們以為他是聲紗 噢 就是以為他的聲帶出現了一個問題 最初的時候 一直都沒有想過 他是有靈異的問題 我們都 醫龜都是看醫生 發現他是第四期的肺鏡 之後 馬上都要跟他立即去治療 是的 醫生也說 跟他做標靶 或者一些免疫治療 這樣的方法 很幸運 他的DNAOK 他是可以做免疫治療 我們 他是萬中無一的機會 這個 我們也 還有有效 他一直都在做免疫治療 每三個禮拜左右 會打一次針 這樣 一路 一般人都知道 他癌症會脫頭髮 招受 其實那個旅途當中 直至今年的2020年 其實整個過程 他是恢復正常的 頭髮也都生長的 阿聲也是變回的 但是呢 到今年 今年 剛剛叫現在7月 對上一個月 6月初的時候 突然間 就又來了 那把聲音 聲音沙 接著又變回女人聲 而且他開始控制不到他的身體 接著就回醫院檢查 醫院檢查的時候 發現他的腦 整個乒乓波那麼大 的腫瘤 即是上了去 是的 他就上了他的腦上面 還有聲音也是沙 那個情況都幾急轉直下的 那 其實又 這樣說 因為我們也有 朋友 也有看你的節目 都會不會懷疑他是有靈體的呢 那也是 請了一個密宗師傅 幫他看了 他懷疑他 說見到他有個女鬼 跟了他 是的 不好意思 因為我很緊張 不緊張 你知道他是不是從沙巴的時候 跟了他回來嗎 是的 因為 一直以來 我們覺得他的情況都這麼好 都是沒有想過他會有靈體附身 那樣 以為真是不幸運 他生癌症 而一直看醫生 就聽醫生說 那那個師傅呢 你說剛剛也說過那個師傅 就是因為他是突然間出現這樣的問題 而我們一直都有聽你的節目 之前也聽過幾集說 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不妨問一個比較相熟一點的 密宗師傅 那他怎麼說 那他就說他是有個女鬼附身的 是的 那他就說是他上一世帶來的 怨親債主 那怎麼樣 那師傅看到了 那都應該幫到他的 是嗎 會不會幫到他 會不會幫到他 那其實 那其實就 他的情況都不是那麼理想 是的 還有現在都很危急的 是的 你要幫他做延生的那些 讓他好久一點的 是的 嗯嗯嗯 因為你種了這些 很難 很難脫掉的 嗯 其實之前呢 其實我早幾個小時 其實我用另一個電話 也有發出那張照片 去這個熱線電話裡的 是的 那張照片是他嗎 是嗎 市主本人 市主本人 最新的 是的 幾個小時前 其實我們想確認一下 是否真的 嗯 走到這一步了 已經 都要上去 是 什麼都要做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了 是的 那 這樣的情況下 但是我真的都想問一句 那個師傅 他有沒有說我幫不到 還是什麼 他怎麼說 那個師傅有沒有說到幫不到呢 這一點 就 因為當時我不 哦 我不在場 因為我 我細膽 哈哈 我男朋友就想去幫他處理 的 那怎麼說 你叫男朋友說 師傅說什麼 你等我一會兒 是的 你叫他來說 因為我想知道原因 好啊 好啊 我或者叫他來說一說 因為當時在場的那個 是的 但是你叫他來 你叫他來 好啊 是的 都要知道 那個師傅看到 他真的不行 喂 喂 Emmon 你好 我是剛剛那個 我知道 我是親身去的 跟那個師傅 因為那個師傅 就是密宗的 跟我在你的節目看開 陳發齊的那些 他獨家那些是完全不同的 哦 就是那個處理方法 是沒有燒衣紙 沒有裝香 你講 我明白的 不要緊 不如你講師傅的答案 師傅講的嗎 他講的嗎 那個師傅說 他有一隻女怪 我知道 是他上一輩子跟下來的 就應該是冤身債著的 那我就不敢再問了 因為他要幫他處理 那就找了一些棟有葉水 跟著 就不斷地在這間棟裡 連就 說幫他封那間棟去的 是 跟著呢 他再入房 就再 點了一些 他說在西藏帶回來的 好像一些粉那樣的香 嗯 跟著就 有個銅錢壓下去 去那個 那個 那個人中 不是人中 是那個印堂中間那個位 就是兩張眉心上面中間那個位 跟著在這 又是這樣做 跟著 OKOK 不要緊 就是說師傅有幫他做了 是嗎 是啊 但是呢 他昨天做完了 他今天突然 他老婆打電話給我 說他很不妥 今天整個人 呆呆滯滯滯 完全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就是做了更差 他做完那時候是OK 好了 他很多日沒有下床 做完之後下床 跟著呢 他今早就去醫院 就照這個X-grade 就是電腦素描 再照頭 本身是正常程序來的 不是特地去做的 跟著他說 今早開始慢慢 越來越不妥 就簡直是沒有說過半句話 他本身都還願意說話 現在就簡直是沒有說過話了 嗯 師傅你覺得 首先一件事 你這個案子 我告訴你我有經驗 我的親戚也是去完旅行 就癌了四期肺癌 我告訴你 你中了這手 基本上就走不掉了 你只是 但是呢 如果說回佛法 密宗 我們呢 就是跟他做延伸的 好像我那個 親戚的個案子 我就跟他延伸了三年命的 嗯 最後他要走呢 我們都不 做不掉了 嗯 其實呢 這樣捉鬼的方法 就是各司各法 基本上呢 如果那個師傅呢 其實呢 就不是用這個方法的 就是幫他做延伸的 嗯 不是區的 不是區的 你根本中了 冤親債主 你一個影響不到他 他發了出來 你其實就是 幫他 中福 做延伸 看他 看他要不做得好 多少年 譬如你有 有零力大的 你 就是 看什麼人 那你就跟下面 聊天 聊天 這樣去做 是啊 因為昨天做完的時候 他老婆在這裏 我不敢問師傅 搞不搞得好 因為如果我當面問師傅 說搞不定 會影響到他們的情緒 所以我昨天 就完全什麼都沒有問過 他做完之後 那做完就馬上走了 OK 這樣 是啊 那他老婆剛剛打電話 說他好不定 就是 不是說 直接是 馬上要去那個 真的 整個人好像變了 馬上又是 那現在有沒有什麼 可以教到他 你本身 你那個朋友 是 什麼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 他信的 他信什麼 他家裡是拜神的 拜神的 拜神 有 神位 是有神位 有神位 有地主 性 那有 拜什麼大佛 或者拜什麼大神 觀音 有沒有 是啊 是啊 拜觀音 那些 拜觀音 那些 那家裡有沒有蠟燭 諸如此類 蠟燭 現在 立刻 你平時拜開有共燈 有成的 應該有 有 應該有的 首先 你叫你的朋友 試一下 如果你有些燈 對著你專觀音 說 某某地做共燈 延伸 看看可不可以做 如果他還未離開 這些時間 其實 找什麼人 都很難搞的 跟他做公道 如果他是佛教的 你叫他寺院 用他的名字去捐 捐錢 要不就去 有些 齋譜 或者什麼 捐佛經 哦 這樣去做 正常 譬如這些個案 師傅 設定了一個延伸 我們是不斷 做延伸的 這樣的 不是捉鬼的 不能捉 這些 你一中了就 哦 即是只可以逐長一點 但就不回 效果 你報告的 可能你遇到醫生 我經常說 若醫不死人 不當死的 是實在有醫的 你看看你腹部夠不夠 哦 哦 好嗎 向著這個方向 簡單做那些先 不用再去搞 其他什麼鬼 那些已經不用 沒得搞的了 九百幾天 已經在等你了 嗯 哦 那好吧 沒辦法 麻煩你 所以有時候的事情 可能就是 等你去那個地方 才搞到你 可能會這樣 哦 好嗎 希望他沒事 希望他 過到這關 好 麻煩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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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是這幾個字 冤親債主 希望大家不要結怨 是嗎 不知道 幾十世 是 那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 知道當然要去做 不知道那些沒有控制 所以現在 做得好事多 就做多一點 沒錯 都是這句 好了 那我們現在又要看看 這個排行榜 是什麼來的 恐怖把你拖下水 我們最近 有一個小小的遊戲仔 希望大家 如果覺得這個節目OK 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更加希望拖下水 成為我們的副費會員 的話 就有這個排行榜出現 都是小新的 就是過去這個星期 沒有什麼進帳 大家不是太幫忙 哈哈 來幫忙吧 好嗎 幫忙 看看會不會分享出去 給朋友一起可以付費 當一付費就變成100分 都是一個 暫時都是一個 那怎樣都好 都是想送一些東西給大家 有個互動 其實沒什麼所謂 喜歡聽不就聽 不喜歡聽的 都歡迎給你聽 我也知道有些朋友 一邊聽一邊罵 但是他們 當然是這樣的 沒什麼所謂 開心就可以了 我們是娛樂的 有些人很可愛 他又要聽又要罵 他又要知道你做什麼 他是看實你做什麼 我也是歡迎的 沒有問題的 不過我覺得 既然你要罵 人生 其實你一出生 就正在盜生命 對嗎 開心一點 做些有意思的事情 無謂 看完一些 就直接罵 我們都習慣了 但有些人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要虐待自己的生命 這是你自己的選擇 但怎樣也好 你都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我也感謝你 好了 今晚的節目 謝謝袁師傅 謝謝 我們明晚就是 紅磡之夜 我希望有些紅磡友 明晚一起 在那裡聊聊 也好像很久沒有做這些現場的節目 明晚我們嘗試去玩一下 分享一下 好嗎 明晚見 謝謝師傅 拜拜 拜拜